我们昨天是早上10点多就来到这里了 昨天是11点半这样到 就看到有人开始陆陆续续在问了 然后我们就过来排队先了 昨天我们11点过来了 我们其实只是passed by 然后过后就看到有人在这里排队了 然后我们就去吃个东西就过来排队了 地点有优势 然后都靠近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家 如果是我的话我看中两个东西 一个是地点 一个是家庭 地点的话是我 因为我是住在靠近这个地区 所以我会有钱考虑这个区的打满 我是喜欢它的环境 就我们在买之前有去绕看一下 这边的环境蛮不错 然后就发现它是很干净 而且有客房 它的处理我是蛮喜欢的 这个地点是蛮好的 四面八关都很方便 要去深爱也容易 要去台湾也方便 我感觉它特别是静 还有其中一边有一个环境蛮 还有一个中间室 还有一个中间的印度 然后我感觉这个是 一个同样的路sten 因为我们可以去 throughput 我们还有很多方向的一个教育 小学生 它们有很方便 这是我的家庭 我喜欢它设计 天向年轻化,然后主人房类要很大 它那个冷气的控制器做到很好 我还蛮喜欢一点就是它的厨房后面那边是充满的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在华碧COSP去做额外装修 就可以装修对我们来讲可以省掉一些链鞋 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设计的 我喜欢它后面的那个小公园 就是后面一开门就有一个小走廊这样子 我们可能那边会种吉利班丁啊,种冰冒啊 这样你们不要抓我 我真的很感谢 首先,我经历的过程是很轻松的 我可以看到他们在地上的资源 充满水和鸡蛋糕 整体的服务和安排程序都很好 绝不会说有混乱的情况 从早排到直排他们都安排得很好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阿努比亚 是《Miracle》 这区域很显然很显然 并不变化 位置非常好 所以我可以拍摄很多摄像摄像 在那里 值得买 阿努比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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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努比亚新